那至於永久除毛 並不是大家想的 就是除完鬍子的雷射療程之後 就一輩子不生長毛髮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宏謙醫師 目前醫學上可以用來除鬍子的設備有 包括亞歷山大雷射 二極體雷射 跟儒雅各雷射 那還有一種是麥充光 那麥充光它不是屬於雷射 它是一個光的波段 它比較溫和 不過多除幾次 還是可以達到跟雷射一樣好的療效 那至於永久除毛 並不是大家想的 就是除完鬍子的雷射療程之後 就一輩子不生長毛髮了 而是一個毛髮的生長週期不生毛髮 那平均大概是兩三年左右 那過了這個段時間之後 即使生長出來的毛髮也會變得比較細 那長的也會比較慢 一般而言 除了白色的鬍子之外 幾乎所有的鬍子都適合用雷射或賣充光來除鬍子 真的嗎? 真的真的 如果你是一個膚色比較黑比較健康的膚色 你適合用如雅各雷射 那如果你的毛髮是比較細 然後膚色比較白的 你可以用雅迪三大雷射或者是二級鐵雷射來除鬍子 那如果你是一個很怕痛 皮膚很敏感的人 你可以考慮用邁充光除毛 那雖然效果比較慢 不過也可以達到溫和而有效的療程 我們雷射除毛的原理 是利用毛髮的黑色素吸收雷射的能量 去破壞毛髮的幹細胞 導致毛髮不再生長 那白色的鬍子呢 因為它沒有黑色素 所以用雷射除鬍子 基本上是沒有療效的 不當的刮鬍子是造成臉部毛囊炎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你如果改用雷射或賣中光除毛的話 可以大大的減低 因為刮鬍子產生毛囊炎的機會 用刮鬍刀刮鬍子的確是容易造成臉部毛囊炎的重要原因之一 使用電動刮鬍刀是可以降低這個機會 不過如果你使用的是手動刮鬍刀的話 簡易式刮鬍刀 你還是有一些技巧可以用來減低毛毛眼發生的機會 第一 在刮鬍子之前要先濕潤皮膚 第二 最好是使用刮鬍泡或者是刮鬍膠 第三 要順著毛流的方向去刮 輕輕地刮 第四 同樣的地方不要反覆刮太多次 第五 如果刀片不夠鋒利 要適度地更換刀片 第六 在刮完鬍子之後 可以使用鬍後水 化妝水 或者是乳液 來舒緩鎮定皮膚 最後 第七 刀片使用完之後 要適度地消毒清潔保持乾燥 以免滋生細菌 刮鬍子會產生毛囊眼的一個重要因素 就是沒有順著毛流的方向去刮 那要怎麼樣判斷臉上鬍子毛流的方向呢 一般來講 鬍子的生長方向都是 往下 往外側是生長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指腹去輕輕去 去撫摸我們的皮膚有鬍子的地方 如果我們順著這樣過來 是順著往回推 你會覺得好像有鬍子扎到手的感覺 那個就是逆生長的方向 所以我們用剪一次的刮鬍刀 用順生長的方向這樣輕輕地刮 然後下巴的這部分的話就是往下 這樣子 側面這樣刮 而不要逆著刮 而且也不要同一個地方 想不刮很多次 如果你逆著這樣刮的話 雖然會刮得比較乾淨 可是相對它產生毛囊炎的機會 也大大提升 如果你是滿臉落腮腹 每天需要花很多時間去除鬍子 或者是你每天除完鬍子之後 容易產生毛囊炎的人 其實是可以考慮用雷射 或者是賣中槓除毛 來達到醫學上所謂的 永久除毛的效果 不過要提醒的是 如果你想要保留鬍子 當成未來的造型的話 那就不建議這樣子的雷射療程 因為你一旦進入雷射療程之後 你的鬍子就無法再回到原本的那樣的濃密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保留原本的造型的話 建議還是可以用正確的方式去除鬍子就好 除鬍子的療程 一般來講都是大概六到十次左右 不過因為也是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毛髮生長周期 跟毛髮的粗細濃密程度 而因而而異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